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是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前往中国大陆 讨论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审计披露问题 这可能会令270家中国公司 不用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中国行 是为了解决中美之间 在获取中国公司的审计文件问题上的僵局 中国一家大型投资机构的高管表示 必须有一个解决方案 否则美国资本市场将永远对中国公司关闭 一个月前 北京修改了一些审计保密规则 以防止争端升级 此事如果不解决 可能导致约270家 总市值为2万亿美元的中国公司 在2024年退市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官员 正在讨论是否允许美国监管机构 对一些中国公司的审计 进行现场检查 这位知情人士说 会谈内容已经包括 美国监管机构在进入中国 进行检查时 需要隔离多长时间等细节问题 在美国上市的电子商务巨头京东 网购平台拼多多和国有石油公司 中石化等都可能面临被迫退市的风险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今年3月开始点名 并且提出了为期三年的退市倒计时 如果三年内不能满足美国的审计要求 就将被迫退市 此举引发了中国股票的大幅抛售 上个月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表示 他还预计中美两国的监管机构 将能够达成妥协 他说近期与美国上市公司 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谈判非常顺利 并且补充说 我们有信心在短期内 这种不确定性就会消失 本周高盛发布了一份报告 认为中国和美国有90%的机会达成妥协 以防止大规模退市的发生 高盛报告称 中国喜欢拖到最后一刻 但是随着市场的推动 这一次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紧张局势中 一些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 试图通过更换审计师 或是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 来降低退市风险 本周已经在美国上市的贝壳找房 是最新一家又在香港发行股票的公司 而在美国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百计神州 上个月将其审计师 中国的安永换成了美国的安永 以遵守美国的审计规则 除了中美上市公司的矛盾之外 中国驻美国最高外交官员秦刚 呼吁华盛顿停止将贸易问题政治化 并且取消对中国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 秦刚在福布斯的采访中表示 美国滥用国家安全等政治病毒 正在损害双边经济关系 由于美国的制裁 已经有一千多家中国公司被列入贸易限制名单 他批评 名单越来越长 而且一天比一天长 但是同时 秦刚也强调了两国贸易合作的前景 他说过去几十年 中美两国在贸易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尽管发生了新冠疫情 但是两国去年的贸易表现良好 秦刚说 中美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的经济是高度互补的 我对两国之间的潜力和机遇非常乐观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也意识到 我们的贸易和商业关系中存在许多的困难和挑战 秦刚在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拜登政府正在就是否要降低中国关税 来缓解美国通胀进行激烈的辩论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4月指出 降低对中国产品的关税值得考虑 将会有助于缓解通胀 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则认为 不应该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的对华政策 彼得森国基金研究所在3月份的一项研究中表示 取消川普时代的关税 包括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 将会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降低1.3个百分点 秦刚重申了中国反对关税的长期立场 并且呼吁通过对话来解决贸易冲突 秦刚说 关税战并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自2018年关税生效以来 美国每个家庭每年损失了1300美元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向西方发出末日警告 他将在5月9号下周一 主持纪念苏联战胜纳粹德国77周年的庆祝活动 并且继续向乌克兰开火 面对西方的孤立 普京将在下周一红场的阅兵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俄罗斯国防部说 届时红场上空的飞行表演将包括超音速战斗机 轰炸机以及自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的 有末日飞机之称的伊尔巴林特种指挥机 在发生核战争的情况下 末日飞机可以搭载俄罗斯的高层人员 伊尔巴林被设计为俄罗斯总统的移动指挥中心 它配备大量的高科技技术 但是具体细节属于俄罗斯国家机密 末日飞机自从加入俄罗斯空军以来 就一直披着神秘的面纱 最近一次亮相于红场上空 还是在12年前的纪念魏国战争胜离65周年的阅兵仪式上 此番末日再度亮相可谓意味深长 这里面除了向西方国家秀肌肉之外 恐怕还有一层弦外之音 那就是俄罗斯对核战争的爆发早有准备 69岁的普京曾经多次将乌克兰战争 与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相比 他在2月24号宣布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时说 我们曾经在伟大的魏国战争前夕 试图安抚侵略者 结果是一个错误 使我们的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普京把乌克兰战争说成是一场 保护当地讲俄裔的人免遭纳粹迫害的战斗 以及防范北约扩大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 乌克兰战争已经造成数千人死亡 近1000万人流离失所 它还使俄罗斯受到西方严厉的制裁 并且引发了对俄罗斯和美国 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和国家之间 更广泛对抗的担忧 克里姆林公一直无法迅速取得胜利 俄罗斯经济受到制裁的严重挤压 正面临着自苏联解体后以来最严重的萎缩 仅20年前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曾经与普京一起在莫斯科 参加了5月9号的庆祝活动 克里姆林公说 今年俄罗斯没有邀请任何西方的领导人 两名接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美国及其盟友已经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 普京也面临着俄罗斯军方一些人 要求对乌克兰释放更大的火力 在这样的紧张局势下 中国再次对俄罗斯释放了友好信号 北京驻莫斯科的特使张汉辉告诉媒体 中国和俄罗斯中央银行将讨论 在两国使用和推广对方国家的支付系统 张汉辉说 双方的央行将协商 关于俄罗斯米尔和中国银联国家支付系统 在两国的推广和使用 由于被制裁 以及Visa和万事达退出俄罗斯市场 米尔和银联是俄罗斯人 目前在国外可以进行支付的少数选择之一 张汉辉说 中国将利用俄罗斯境内的人民币业务清算 确保国家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他还说 中国和俄罗斯并不主张在双边贸易中 排斥美元和欧元结算 通过被中国人广泛使用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新功能的推广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有望在大陆更多的城市获得使用 由马云的蚂蚁集团运营的支付宝周四宣布 支付宝应用程序增加了一个新的按钮 用户可以在支付宝中下载官方的电子人民币钱包 通过使用与支付宝关联的相同电话号码开户 用户就可以在支付宝上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消费 拥有约9亿用户的支付宝去年开通了支付选项 选项中增加了用央行的数字人民币支付 与此同时 由腾讯运营的微信支付 上个月在微信上也设置了类似的电子人民币钱包功能 预计三个月后 微信支付也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选项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行动 反映了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帮助推广中国数字法定货币的承诺 早些时候 电子商务巨头京东也将电子人民币支付 作为京东平台上购物的一种支付选项 动员中国科技巨头的帮忙 令中国人民银行在其他国家央行之前 扩大了主权数字货币的采用 2014年 中国成为最早探索数字货币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但是北京至今尚未提供在全国范围内推出数字人民币的时间表 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在大陆约20个指定进行电子人民币试点的城市开放使用 包括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 你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福建省东南部所有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用 然而中国主权数字货币的推出 引发了人们对北京意图的怀疑 美国财政部前高级顾问罗伯特·格林 去年7月发表文章称 电子人民币的一个潜在功能是规避美国的金融制裁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